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腕這邊切掉前面都是白的 兩隻手 然後胸口跟台灣黑熊一樣 是一個V字形 很大 整個背都是 還有我的臉 只要覺得有希望的我就會死 最受不了的就是照光 照紫外線 那真的很痛苦 就是偏偏希望找到東西 可以把它治療 你會經歷很多次失望 到最後變絕望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是放棄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知道有藥 再貴我都會花 講真的 就是怎麼看都沒有用 不捨患者與家屬身心俱疲 賴林聖醫師想穿越病苦名物的超級側探 發現免疫療法能夠對症下藥 終結白斑 歡迎收看健康報理宅 健康報理知 大家好 我是大林磁濟醫院 我是大林磁濟中醫部喬運文 大林磁濟醫院 十多年來治療四萬位白斑症病人 白斑症又稱為白電風 主要是因為皮膚的黑色素細胞 遭到破壞而無法正常的產生色素 白斑症它雖然不會危害生命 也不會傳染 可是它會影響外觀 造成病患非常大的困擾 那就我所知目前的像是照光療法 或是局部拆藥 其實治療效果都很有限 而且還會繼續復發跟擴散 現在有免疫療法的介入之後呢 三個月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病人 都能夠停止白斑的進展 大部分的病人持續治療之後 都能夠得到改善 那麻煩院長來問我們觀眾說明一下 什麼是白斑症 是 我們人類產生的白斑症 就是我們的色素細胞 它的調控出了問題 沒有產生正常的色素 那它怎麼樣會不正常 大部分現在的了解 以前是原因不明 那現在知道一大部分的病人 是跟免疫有關係 是我們的免疫細胞來到這個地方 破壞了色素 那當然顏色沒辦法產生 皮膚就一塊一塊的白斑 有的人可能是局部在一個地方 很多年 但是大部分的人 他還是會整個散到全身過地 包括臉部 脖子 肩膀 背部 或者我們腹部 手 腳 翼窩 甚至私密處 都是 全部都會長白斑 白斑症真的很恐怖 全身都會長 如果說只是長在手腳上 應該還是會介意 可是如果是長在臉上的話 應該會非常的難過 那想請問院長 就是白斑症 就是為何會發生 以前是大家不知道 事實上在美國他們有統計過 就是一個病人來到皮膚科 大部分100個醫師 大概有84個會跟你講不要再來 因為他原因不明 而且到處擴散 所以沒有好的治療效果 那它現在為什麼會發生 大部分現在免疫學越來越進步 我們就知道它跟體質有關係 所謂跟體質有關係 就是跟它的基因有關係 但是它又不是遺傳病 它只是多基因來決定一個你的體質 所以應當是這麼講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他有一個體質 有的人有過敏的體質 有的人有癌症的體質 但有的人就有免疫的體質 那有這樣子體質的病人 在一個壓力之下的話 他的免疫系統就啟動 那就來影響這些色素 那當然就產生白斑症 那白斑除了影響外觀之外 多多少人也會影響到個案的心理 想請問一下可嘉心理師 那通常對於個案的心理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白斑症的病人 那個年齡層分佈得很廣 那如果說小小孩 他可能對自己的外觀 還沒有那麼大的感受 可是當他開始有社交活動 開始上學了 那同學們有時候 可能就會開始會取笑他 那孩子 對孩子的那個 心理的發展上面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尤其是青少年 青少年非常在乎自己的外表 那他會 甚至會覺得 好像自己就是 舞台的中央 大家都會看著我這樣 這樣的青少年呢 對於這個外觀上的這個問題 他就會更在乎 那甚至可能就會不太想去 跟人群接觸 應該也要考慮到 家長的這個部分 家長常常會 因為自己的孩子 有這樣子的狀況 而覺得 是不是我把孩子生得怎麼樣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愧疚感 還是是不是我 把他照顧得不好 真的欸 如果說家裡面的成員 有白斑症 不管說對父母 還對小孩來說 應該都是一件 蠻煎熬的事情 是 所以想再請問院長 那什麼樣的人是白斑症的 好方族群呢 現在是沒有找到一個 特定的基因是他會 但是有很多都是免疫病 像這個男生 雖然他的額頭是有白斑 眉毛也有白斑 但是當我們在進一步檢查的時候 我們卻發現 其實它是免疫系統是 這個是有問題的 是SSA 這就是一個乾燥症的一個抗體 它是陽性的 事實上我們做過這麼樣子 4萬多人的一個檢查 大概24%的白斑的病人 他後面潛在有這個免疫的問題 甚至有8%的人 他是怎麼樣子 是根本就是紅斑囊腸 也就是白斑走在前面 那你的紅斑囊腸是跟著來 那白斑他會發病 你看得到白斑 但是他的紅斑囊腸還沒發病 你不知道 但是你一抽血 就我們就可以看到白斑 舉個例子這樣 你看這個病人 你看他的嘴角就有白斑 但是我們給他抽血出來的話 我們看到他的一些抗靈脂抗體 什麼東西全部都是陽性 這根本就是早期的一個免疫病 甚至有白斑就跟硬疲症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剛才講了 有24%的人 他其實白斑是很容易診斷 但是一直躲在白斑後面的免疫系統 是我們更要注意的 那這樣白斑的話 他的生長是怎麼樣的情形 是一點一點慢慢的長呢 還是說一次就一大片會發生 這每一個人不一樣 有的人白斑可以停在一個地方 五六年生六七年 但是當條件成熟 所謂條件成熟就是各種的壓力 比如說有感冒 有這個體力的壓力 有經濟的壓力 感情的壓力 而這個成熟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啟動整個基因的表現 那基因表現出來免疫細胞就到處活動 就這樣開始 那它的破壞 有人是慢慢慢慢的破壞 有人這個過程要走個五年十年 但是有人有點快到三年四年 就整個身體都是白斑 所以每一個人的情形都不一樣 但是皮膚科醫師都知道 即使是皮膚一點點白斑的改善 還是沒辦法避免它到處擴散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白斑是這樣子 這裡免疫細胞沿著血液來到這個地方 破壞了色素 破壞了色素 以後當然上面變白白 變白色 你在這邊照光 我們的UV光 或是在這邊超藥膏 這淋巴細胞不會停在這個地方 它是到處跑 它會跑到哪裡 全身 跑到全身 所以為什麼說皮膚科醫師 他們的效果 從80年前到現在 一直治療都不是太理想 因為你在照光的時候 它淋巴細胞已經散開了 你根本照不到它 所以它會到哪裡去 就是全身去 甚至有的人會滲透到內臟 第一個被滲透的當然是甲狀腺 所以皮膚科醫師很早就發現 有白斑的病人 特別容易有甲狀腺 功能過高功能過低 而且不是病人本身 他的家族 他的家族搞不好有甲狀腺的問題 但是沒有白斑的問題 這個大概皮膚科醫師早就知道 所以當這個白斑的病人 來到大理慈激醫院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人都查過說 我的甲狀腺沒問題 這個皮膚科都知道 但是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這個免疫細胞出問題 它跑到皮膚去 就變白斑 它跑到甲狀腺來 就變甲狀腺功能立場 有些女孩子甚至跑到內臟腎 腎臟造血系統 那就是紅斑狼腸 就是紅斑狼腸 所以白斑可以單獨存在 也可以跟很多的免疫病存在 所以這個東西 甚至有人用色素移植 就是把這正常的色素 把它移植到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大家了解原因 它能不能避免它再擴散 還是沒辦法避免 你在這邊移植皮膚色素 淋巴細胞還是造成膀 還是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這80年來 病人都被拒絕在外面 因為效果不好 治療效果不好 那現在是有所謂的 免疫療法 我們就可以用免疫細胞 大家想想看 紅斑狼腸 可以影響到全身的 我們都可以治療 那這種就影響到皮膚 單獨一個皮膚的 我們怎麼不能治療呢 更好治療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免疫病 二十年前白斑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 二十年後 現在我們有免疫療法 可以針對病理急轉 對症下藥 而有良好的治療效果 就我所知 目前大概80到90的病人 經過有效的治療之後 就是病況都能去穩定 六到七年之後 就大部分都已經很穩定了 究竟賴院長是怎麼治療白斑的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段影片 從國小二年級 開始患有白斑症的李拓北 多年以來被醫師放棄 他只好採傳統民俗醫療 逆來順受 南北奔波就醫 心理壓力很大 我接受的治療蠻多的 我在台北所有的醫院我都看過了 你們聽過的 沒聽過的 我都看過了 白斑在台灣社會 應該是很普遍的一個邊 是沒有有效的治療 我想可能95%的皮膚科醫師都認為說 這就是沒有藥可以治療 李拓北從102年開始接受治療 至今就醫五年 發現使用免疫療法 針對病理激轉對症下藥 治療改善率很高 95%的患者於治療後三個月 白斑得到控制 而35%的患者治療半年後 呈現皮膚色素再深的現象 患者對自己也開始比較有自信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是放棄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改變不了它了 我必須接受它 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一個朋友 就在網路上看到一個轉貼 他就貼給我說 奈寧生 奈院長這邊有在看白斑 所以我覺得不要放棄 真的不要放棄 這個白斑是一個很普通的病 它是免疫病 它是可以治療 所謂的免疫療法就是說 你既然知道你這個疾病是在淋巴細胞 我就是直接處理這個細胞 雖然白斑症不會危害生命 但影響外觀 常對患者造成困擾 其中百分之七十六的患者 則為單純的皮膚白斑症 他的病變激轉就是免疫細胞 去攻擊色素造成的破壞 統計顯示 百分之二十四百斑病人 會併發其他全身性免疫疾病 如紅斑性狼瘡 內蜂失性關節炎 肝血 若為好好治療 將引發內臟器官發炎 嚴重者則會成殘疾 應當隨時追蹤及治療 得以改善 一切的迷失也就是說 對於這種病 七八十男都被認為是 不可治療的病 那給病人帶來的是 沒有希望的一個未來 那現在我相信這個迷失是可以打破的 民眾若是發現 身上出現異常白色斑點 既有持續增生情況 建議如有症狀時請儘快就醫 若未接受妥善治療 放任病症 恐會讓白斑範圍持續擴散 早期治療與觀察 有效擺脫白斑困擾 警務院長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 開始治療白斑呢 就有一個北一女的學生 她應該是剛下課完以後 就從台北下來 她還穿著制服 背著書包 但是就是一個人 孤零零的走進來 那當然就是臉上長了一些白板 那我的印象還是很深 這女學生進來到診間 到出去一直頭都低低的 都完全是 我看她是徹底的被打垮了 她在台北幾乎包括所有的醫學中心 皮膚科能夠嘗試的方式都嘗試 她現在是完全沒辦法 那她在一些雜誌上看到說 好像有 她這是跟免疫有關係 那我也只能這個很誠實的回答 我沒有治療過這個病 因為這個病從來不會直接 跑到免疫科 瘋式科來治療 那我就答應她說 那這樣子我先幫你查一下免疫系統 如果這跟免疫有關係 那我當然能夠治療 那我以前也都沒有治療經驗 我就必須要跟老師跟這個學生講 那我就給他抽個血 那學生回去了 一個禮拜以後就回來 竟然看到ANA 我們叫做自體免疫抗體 是1比350 非常的高 那這個學生是提醒了我們的醫療人員 他是免疫病 我們只能用原理這樣推估 來用免疫制器來治療 沒有想到三個月以後 他再回來的時候說效果很好 就給我們醫療人員很大的信心 過了半年他說色素都慢慢長回來 而且都沒有一個新的白斑 哇 他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們觀察到以後的四萬人 經驗都一樣 就這樣子就開始治療白斑 院長 那白斑的患者 他們會有這樣的斑在身上出現嗎 他們需要防曬嗎 這個跟免疫系統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個防曬最主要是陽光照到正常皮膚 它會變黑 那白斑的地方它正常皮膚 它不會變黑 所以你常常曬太陽 它的界線就越來越明顯 但是這個紫外線 是不是能影響免疫系統 是有一點點 但是也是局部的 所以事實上防曬跟不防曬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有人會去擦一下 就是第一個避免它能夠顏色 越來越界線越來越混淆 那如果是有一點點白斑 尤其是在比較重要的部分 他們有人去擦個防曬膏 那其實就是把顏色把它變淡 不要那麼明顯 但是沒有去治療 免疫治療 基本上沒有辦法去影響 這個白斑的一個治療跟進行 那院長 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除了防曬之外 或是塗那種 就是可以讓膚色稍微變化的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幫助他們回復膚色呢 我們常常看到說 維他命C不要吃 那這個東西因為它是抗氧化劑 這個沒有太多的科學根據 我想白斑的治療最重要的是 它的根源就是在這免疫細胞 我想免疫細胞沒有用免疫治劑來控制 我們人類想去改變這樣子的機會 是微乎其微 所以那些是不是維他命C不要吃 這我倒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我是覺得任何的東西都可以吃 但是有一些東西補品 我倒是覺得有一點建議 就是東蟲下草啊 靈枝啊 張枝啊 人參啊 因為這個東西 有時候會反而促進免疫系統 那它是我們的白斑式免疫系統過強 而且是它的調控異常 你現在在吃這些來補的話 有時候會把它 把症狀加劇啊 剛剛有提到說我們的免疫之力 像類固醇方面 是我們的常見的治療方式 那除了類固醇之外 還有其他的方式嗎 這個免疫病是這樣 三十年前我們不敢想像 紅斑藍腸會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只有裂固醇 那有的裂固醇真的是 使免疫病的這個治療 即多到很大的進展 但是光用裂固醇會出很多的問題 因為你要用大劑量 所以這三十年的免疫系統的進展 就是複合式的療法 就是裂固醇再加上其他的免疫次劑 那這樣子我們的裂固醇 跟其他的免疫次劑 會降到最低 這叫複合式療法 也就是白斑沒有裂固醇 絕對不行 但是它為什麼會那麼成功 因為低劑量 那為什麼可以低劑量 因為有其他的免疫次劑加上來 那這個免疫次劑的使用 就要根據病的嚴重度 那想請問一下可嘉心理師 那除了當然就是剛剛院長說的 藥物治療 在心理上是不是可以提供 這樣的病患什麼樣的幫忙 院長有講到壓力可能也會造成 一些免疫系統的一些問題 壓力大我們怎麼來做自我調試 我們會建議我們要先練習 怎麼來覺察自己的情緒 來覺察我們現在正面臨的 生活上的壓力有什麼 然後我們要如何來接納我們的情緒 當我們知道是因為環境造成的 這樣的壓力的時候 我們要練習來轉念 改變一個想法 讓我們能夠更適應 現在所面臨到的這個困難 那既然是壓力的問題 我們就要適時來學習 怎麼來放鬆 那放鬆的方式有很多種 每一個人的適合的方式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聽聽音樂 或去一個寬闊的地方休息 有些人可能他學習靜坐 內觀這些都是可以的 可嘉講得很好 因為人類有三種生理現象 是受到壓力是影響很大 第一個當然就睡眠 什麼都很好 但是一個壓力就是睡不著覺 第二種是我們女性同胞的月經週期 什麼都很好 一個壓力就是亂七就亂掉 第三個就是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當一個壓力的時候 它不僅是可以啟動免疫系統 也可以加劇免疫系統的一個活動 所以壓力跟藥物的治療 是同等的重要 所以果然每一個治療都相當的不容易 那我這裡很好奇想請問院長 我們白飯的治療過去跟現在 主要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以前大概病人是吃必能根 不僅是台灣 連這個先進的國家美國也是一樣 剛才講84%都會被拒絕 你第一次去看皮膚科醫師 皮膚科醫師就是跟你講 你直接了當 你不要來找我 沒有藥 那現在的話 就是因為這個北印尼的學生 讓我們開啟了一個治療的一個 認識白斑是免疫病 開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治療契機 那這4萬多個病人現在看起來 大概前三個月就可以控制了 也就是說你治療三個月 用很低的量控制三個月 幾乎不會再有任何一個新的白斑 那你要到達半年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白斑會縮斂 什麼叫縮斂 就是它的顏色會變淺會變淡 而且它面積會變小 但是半年只是開始而已 它的再生是不是再生是很慢的 這是屬於再生 你要再生到非常理想的狀況 要六七年 所以從半年到六七年這個中間 它會用很緩慢的速度 越來越好 但是至少三個月它不會再擴散 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慢性病的一種 特別像高血壓 我們高血壓治療好 要不要吃藥當然要啊 所以很多的病人 大概有四百多個病人 他不了解 就是中間就停掉 三四年就停掉 沒有一個例外 全部又長回去 全部都會長回去 所以這個必須也就是 醫生跟病人中間有非常詳細的溝通 那大家就有治療信心 就能按照這樣的步驟子 那能夠有這個心理治療進來 那當然是如虎天意效果更好 所以其實白斑潛在也可以很可怕 它可能伴隨接下來會發展 紅斑性狼瘡 肝癢 這些其他的自體免疫疾病 那想請問院長 他有沒有其他的觀念 是需要釐清呢 關於白斑的這方面 第一個它不會傳染 第二個它是免疫病 第三個它可以治療 那想請問院長 剛剛說的就是紅斑性狼瘡 淚逢食性關節炎跟肝癢 肝癢像的疾病會傳染嗎 都不會傳染 免疫病都不會傳染 過去小小的斑點造成白斑症個案 身體跟心理很巨大的壓力 現在隨著醫療的進步 我們使用免疫療法 個案都能夠得到明顯的改善 是的 所以現在如果有白斑症的困擾 建議不妨到封免科去尋求治療 早期治療才能夠有效擺脫 白斑症的困擾喔 今天謝謝院長 謝謝可嘉 來為我們跟觀眾分享 白斑症的相關知識 健康破例災 我們下週見